在骑士与凯尔特人的系列赛第四场比赛中 凯瑞 欧文在詹姆斯状态低迷的情况下 站了出来终结了比赛 这个场景让人不自觉就回想到 热火三巨头 17詹姆斯和维德的组合了 同是兄弟篮球 那么到底欧文和维德谁 才是詹姆斯赛场上最好的兄弟呢 下面我们就来全面分析一下 考虑到詹姆斯的全能属性 跟詹姆斯最搭的球员 应该是既能打无球 又能打有球 这样才能把詹姆斯出色的组织能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显然以维德和欧文两者 跟詹姆斯一起取得的成功来看 两者都是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 但两者的有球和无球风格是有差别的 维德绰号闪电侠 巅峰时期拥有联盟最快的第一步 虽然詹姆斯时期维德 已经不再只依靠速度打球 但加速突破 加弥宗布上篮 依旧是维德最擅长的得分方式 而维德的另一大杀器 则是在45度角位置的 北深单打加后仰跳投 这是生涯后期维德 最为倚重的得分手段 在打无球方面 维德与詹姆斯的关系 更像是相互带动 两者都有出色的突破分球 找防守空隙能力 一人突破一人空切 詹姆连线就这样行云流水般展开 反观欧文 这位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天生就是为单挑而生 联盟顶级的控球能力 以及无死角的投篮区域 让欧文可以在有球 和无球之间轻松装换 当然 欧文在骑士队中 最重要的角色 还是打有球 以出色的个人 能力一对一解决战斗 关键时刻 毫不手软的杀手 本色完美 契合詹姆斯的比赛风格 骑士三巨头 打无球的经常是乐服 不过欧文的无球能力 也不容小觑 这是由于欧文的投射能力 所决定的 不同于维德的空切 欧文 的迷惑 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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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